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算是高高早些年间翻模的东西了 所以说素质表现上还是要相对来说差上一些的 那么这一款模型的整体的板件数量是21块板件 这个板件数量还是相当多的 毕竟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东西确实还是不少的 除了强系高达主体以外还提供了IWSPB包 以及非常多的武器配件了 所以这一款模型在整体的可玩性方面会更大一些 贴纸部分给了补测贴纸 刮贴以及胶贴 加上因为这一款模型是强系高达1.0的骨架 所以说还提供了两个螺丝 因为是有配备弹射锚的机构 所以说这一款模型还是提供了一根的铁丝的 但是我根本都记得之前这个铁丝是提供了两根的 PT件一把正常的 再来就是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板件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灰色外甲 整体的外甲其实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飞边 细节以及塑脚 这个差的真正是不是一行半点了 所有的边缘处都有一些小小的飞边 再来就是整体的细节 大面上看上去还可以 但是你要细看的话 或者说后期深陷的过程中 这个确实不太好 那么至于其他的武器部分 比如说白色板件了 整件刀的这一些零件 整体的处理还是可以的 红色板件应该是高高处理的 最差的零件了 整体的质感是相当的不好的 上方会有大量的划痕 那么其他的外甲零件 我们就简单的一顿而过了 那么这一次所提供的橙色零件 还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橙色零件都是这种小型的零件 安装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其他的就是一些武器部分的组件了 可以看到武器部分的组件 这一些零件还是比较干净的 处理起来我相信也是比较好的 加上这个武器的细节比较可以 所以说最后给它简单的补一下色 问题也并不是太大 IW SP GE上的这一些零件 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水纹以及塑胶了 而且整体的又是高高的内容 材质不是特别好的感觉 摸上去也是有一种拉拉巴巴的感觉了 至于其他的外甲 最差的也就是这个胀蓝色的零件了 而且这个颜色的零件一看上去 就真的一点也不好 整体的质感真的不太行 加上肩甲部分的零件 飞边会更多一些 所以单看板件 这一款模型的板件确实不是特别厚 需要处理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板件我们就简单的看到这里 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款模型的距离素质表现到底如何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组装 这一款模型的所有东西 我们就已经全部的制造安成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个人考虑了一下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一款高高翻门的IWSP背包 以及这一款强袭异形所有的武器配件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这一款强袭购达的主题 因为我感觉买这一款模型的大部分玩家呢 首先都是冲着背包 以及武器配件去购买的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介绍今天的分享环节 那么这一款强袭异形 加IWSP背包这么一个组合 提供的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组件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组件都有什么东西 那么在武器配件方面 首先第一把就是强袭高达1.0版本 专用的这一种强袭的光束步枪了 整体的箱的细节 以及特别件的提供啊 这个呢也都是常规操作了 但这一款模型还提供了两把 57毫米高能光束步枪了 这把光束步枪 我相信啊 各位最常见到的呢 应该还是在绝对过到 手里边握持的那把光束步枪了 那么下方的榴弹也是可以进行翻折的 然后拔出 呈现一个榴弹的样式 这个小设计还是比较不错的 再来还提供了两把 M8F-SBE缩短型光束步枪了 也就是我们所出之的光束手枪了 这种7台相机专用的光束手枪呢 在两侧都是采取了蓝色贴纸进行补测的 但是这个蓝色贴纸 高高做的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这里边感兴趣朋友 我个人建议呢 还是自行的补测 效果会更好一些 光束手枪两侧的这个机构 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推拉的活动的 两把光束手枪都是可以安装在 强袭异形高达身测浸甲什么的凹槽里的 但是因为高高翻膜精度的问题 就导致这个枪安装完以后呢 非常容易弹出来 所以我这里边使用了一些万能胶 进行增厚加固 但是这个地方我个人还是建议 用蓝钉胶效果会更好一些 同时这个时候就有朋友提到了 这一款模型提供的 就是这一种最老式的113的可动手 而且没有任何的卡森 提供这么多武器装备也没有用啊 那么其实不然 那么这一款模型呢 除了提供了一对113的可动手以外 还提供了比较多的造型手了 这种专属造型手的提供啊 对于武器的握时帮助还是非常的巨大的 再来就是这一款模型提供的弹射锚了 那么弹射锚的分件一共是给了两个的 但是可以看到高高的这个分件质量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差的了 而且铁丝也只提供了一根 我这里边是将整个铁丝进行剪断 然后分别进行安装的 同时铁丝卡在这个弹射锚上面呢 还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那么主武器呢 就是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 这个比较硕大的奔牌加特林了 上方的蓝色为贴纸进行补色 这个地方依旧是建议各位 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着去进行一定的补色 再来整体的分件做的 以及这个镂空分色处理的 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但是高高的这个零件最后所呈现的效果呢 不上效光啊 确实不太好 而且因为本身零件精度的问题 在红色零件上非常容易出现白痕 各位的安装的时候 还是需要进行面图扣孔的 那么在内衬部分呢 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的厚重的 前端的加特林呢 也都是采取了三个独立的分件 前方的炮管呢 也都是比较具象的了 那么这个盾牌的连接方式啊 也是我们所熟知的 强细构达那种通用的连接杆了 再来盾牌上方呢 还有一把光束回旋标的 再拔下来 然后插上这一款模型所附带的光束特效件 就可以实现出一个光束回旋标的样式了 然后就是这一款模型里边 我个人感觉最喜欢的强细斩剑刀了 那么斩剑刀的分件还是相当简单的 就一个刀身加一个左右盒加一个杆 然后前端有一个细小零件 然后这一个零分件就全部完事了 那么斩剑刀的活动性呢 首先就是握板是可以进行抽拉活动的 那么内部都是有固定的卡位的 再来就是斩剑刀可以直接翻着过来 每翻折一下里边都是有一个固定卡位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这个斩剑刀会产生一个回弹的效果 再来就是提供的IWSP身上的这两把实体尖刃了 还是光束尖刃 这个好像是具体情况我也忘了 整体的分色做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这几个零件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固定的 两把刀基本上就是用胶水拼合出来的 不然这两把刀握持在手里呢会非常非常的松 同时非常遗憾的一点呢 那就是这一款模型虽然提供了这一种向下的握持刀的手型 但是只能够握持斩剑刀了 这两把刀的握板呢是比较粗的 没有办法插进这个卡锡里的 如果说各位想要插进卡锡里呢 可以针对于这个小突起啊进行一定的消除 那么这两把刀呢可以很好的握持在手里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重头戏 IWSP背包 我个人感觉呢IWSP背包的设计啊 应该算是强袭背包系列里边最大的这么一个背包了 当然我这句话呢是针对于已经出过模型的背包进行对比 那么整个IWSP的驿展啊可以说呢是非常的长的 加上上方的一些细节刻画高高呢也算是做出来的 但是还是因为这个板件材质啊 所以说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好 加上在部分细小零件这样的飞边以及毛色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想要好好做一下的话呢还是需要进行打磨的 不然这个效果确实不太好 那么机翼部分是可以进行上下的弯折活动的 这个也都是常规的操作了 前端的两个炮口呢也都是可以通过这个PT键进行连接的 能力的活动幅度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后方的推移机也是带有一定的弯折活动 但是这个地方呢因为上方的枪杆是很松的 我是用502进行了加固的 这一边已经是让我给粘死了 这一侧后代还是能活动的 那么在整个机翼下方的推移机部分 内部还有一个涡轮的细节刻画 但是这个整个推移器的连接也是比较松的 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下方还有两个小型机翼呢 也是通过了PT键进行连接的 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性 再来就是机翼两侧又挂载了两个小凹槽 那么这个凹槽呢就是用来挂载这一款模型 所提供的这两把实体坚韧了 整体的固定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虽然说下面整体是镂空的 但是前端呢因为坚韧的设计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完好的卡在这里 那么这么一款IWCPP包的连接方式呢 也都是那种墙锡通用的接口了 但是这一款背包的连接卡榫 和高高这款翻膜的墙锡异性的连接卡榫的 行机是非常非常松的 有的时候在把握过程中非常容易松脱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也是进行了一个增厚的加固 但是至于这个松紧程度啊 就要看机体的 但就要看是这一块 那就要看这个插头 适不适合那个插口了 那么现在放在各位面前呢 就是这一款高高翻膜的 强袭异型的主体了 这一款模型呢 是采取了强袭勾搭1.0的骨架 之后在配套上的一些其他的外价 那么强袭勾搭1.0 我个人呢是真的是没有做过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个人做过的 第一款强袭勾搭1.0的骨架的高达了 其实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一款骨架呢 其实大部分的零件都是那种左右合的 并没有一些特别好的联动机构 也没有一些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设计 相对于RM强袭勾搭的骨架呢 其实这款骨架会像显得更简单一些 但是一些机械细节刻画呢 其实也都是有的了 这个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发大目问 你这压根都没展现出来 你怎么向我们展示的骨架细节好呢 因为其实我也想展示 但是这一款模型最大的问题就是 全身大部分的零件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不然在整个把握的过程中呢 都会非常的痛苦 而且即便是如此啊 我在制作视频的过程中呢 也发现了一些其他的小零件很松动 所以说呢 这个过程也是用502进行加固的 将那是一边粘一边做评测 现在手上呢 还都是残留了很多的502 所以说还希望各位进行谅解 那么这一款模型的头部呢 其实就像各位所听到的一样 可能会有一些歪 而且这个贴纸啊 一定要往下贴 如果贴纸不经意往下贴的话呢 这个黄色的部分 这个黄色的眼睛部分 是完全的看不到的 那么当前的这个样子呢 就是进行了身线以及贴纸 加上简单的一些调整 之后所呈现的一个面向 怎么说呢 算是高高模型里 还算能看的一个面向 但是右边眼睛这个贴纸 让我贴坏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还需要各位玩家 好好的去处理一下 那么在整个头部补色的地方呢 首先除了眼睛以外 就是上方的肩膳器部分 以及后方的肩膳器部分 这些都是通过了一个蓝色的贴纸 进行补色的 那么整款模型呢 因为是圈炒了部分的分色 所以说像这样的 类似于出气口一样的细节呢 我都是采取的黑色的身体液 进行补色的 同时头部圆形火转炮的 这个部分呢 为单独的缝件 但是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松的 让我用胶水进行下骨了 而且这个胶水啊 我还有一点撒多了 针对于这一个 强气高达的头部啊 我时常会把黄色天气 下到的这个部分呢 当成眼睛 因为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真的会把整个眼睛给挡住 整个头部通过一个球形关节 进行连接 加上一个脖子的关节 所以说这个活动幅度啊 还是比较规控的了 整体的活动幅度 还算是有顺畅 但是这个抬头的活动幅度 以及侧板啊 会受到头部后方零件的 这么一个干涉 然后就是胸部了 整个胸部的话呢 也都是那种 强气高达专属的造型了 那么架子舱部分 也是很好打开的 首先下端的红的舱门 进行展开 之后前端的 藏蓝色的舱门呢 再进行翻折 翻折一完以后呢 上方呢 再进行一个拉伸 这个时候啊 整个套门 就可以完全的展开了 展开之后 就可以清晰的看到 内部的驾驶员了 作为1.0强气高达 在整个胸部部分啊 也是没有提供 任何的漫妖机构的 里边的骨架 也都是前后核的 这么一个安装了 所以这一款模型呢 它的腰部 是没有任何的可动的 只能够通过 和跨部的一个球形关节 加PT-12进行连接 这个地方 对于整体的活动性的限制 还是比较大的了 肩甲部分 也不能看出 强气高达的影子 那么整个肩甲呢 造型方面 就是在原本的 强气高达的肩甲的基础上 新规了 这一个外挂的装甲了 那么这个外挂装甲 上方的橙色零件 都是单独的缝件 所以说这四个 这八个小零件的安装 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加上零件偏小 组合度呢 又不是特别好 这个地方 都是需要各位用胶水 进行加固的 同时因为结构设计 所以说呢 整个肩甲 还是可以产生一个 歇压的状态 再来就是手臂部分了 小臂这里边呢 和强气高达 还是有些不同的 算是一个新规的部分了 那么在活动的过程中啊 上臂的这个珠金卡榫呢 非常容易脱出 这个地方需要各位 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 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这一款模型呢 除了提供这样的 113的可能手以外 还提供了三对装甲手 除了之前我们所看过的 握持刀的手枪 以及握枪的手枪以外 还提供了一对掌型装甲手 整个掌型装甲手的这个张力 我个人是相当的喜欢的 不是整个开装手型 中间呢 是会有一个孔位 这个孔位就是用来 安插这一款模型 所提供的弹射模的了 但是这个孔呢 也有点小 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扩控 那么整个手臂的活动性 首先前摆是可以进行 一个45度的活动范围的 那么肩部的平台 这个地方呢 整体活动幅度 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再来就是手臂 加肩甲的这个平台关键 整体的手臂平台 可以导致一个非常可观的造型 再来就是上臂 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但是这个地方 身上会托出 手臂三段式结构 就180度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手臂部分采取了 球形关节进行连接 在球形关节上端呢 还有一段 用来提升手腕的活动关节 这个关节提供 还是非常的多的 但是这个球形关节的连接 非常非常的松 需要各位进行 一定的加股处理 再来就是这一款 模型的跨步了 整个长袭异形 裙甲的造型啊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因为是早期 1.0的造型缘故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分色 做的是相当的不好的 那么早期的 MG级别的机体的内衬 是基本上没有内衬的 所有的内部细节零件 都是刻画在了 这么一个单独的外甲上的 撑甲呢 是通过一个球形 柱形卡榫 甲皮特叶进行连接的 这个地方活动手感不错 但是在活动过程中呢 非常容易脱出 而且这个地方 安装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费劲 就需要各位玩家 好好地去处理一下 再来就是后拳甲的 正常可动了 通过一个连轴机构 但是这个活动性啊 并不是特别的大了 后拳甲 帮布中间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用来按插这一款模型 所提供的简易支架的接口了 那么正对于这一款 模型的腿部的 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膝盖 前端的这个装甲呢 因为高高本身 翻膜零件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个地方非常容易脱出 即便是你给它 安插到外以后呢 这个地方 在后续的屈膝活动过程中呢 也会一点一点的去脱出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还会弹飞出击 建议各位 用这个地方 进行一定的家务处理 那么再来呢 就是整个腿部造型的 看上去啊 会有一些速 但是整体的比例方面 做的还是比较够用的了 因为是强气1.0的股价 所以说呢 在跨博士采取了一个 球形关节 前踢能够达到90度 侧踢的话呢 只能达到45度 后踢的话 能够达到90度 没有任何问题 栖息活动幅度 180度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上方这个地方呢 是采取了一个联动的机构 但是这个联动的外界啊 会非常非常的松 需要各位进行 一定的交过处理 九二部分 也都是采取了一个 球形关节进行连接的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松的 脚踝撞甲 也带有单独的可动机构 脚步是可以进行一个 活动幅度比较大的上台的 加上一个轻微的下压 除此以外 整个腿部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那么这里边 还有一个不缺点呢 就是跨部的球形关节 是非常非常松的 对于后期的站立 把持力度啊 这个地方处理 确实不是特别好 同时由于iWSPBall 本身的体积 加上这个东西 就特别特别的多 一旦是装上了iWSPBBall以后呢 主体的活动性啊 可以说呢 是大大的缩减了 首先就是头部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活动了 只能够进行抬头 以及低头了 再来就是手臂肩甲部分的 这个限制 也会特别特别的大 而且这个地方呢 一旦是不注意啊 就很容易把其他的零件 给它顶下去 所以说各位在安插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么简单的调整 一下站姿呢 主体部分的 对于这一款背包的 把持力度 也还算是比较够用了 那么到此为止 这一款模型的 所有东西 我们就已经全部的 简单的浏览一遍 这些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款模型的 修车建议 那么这一款模型呢 其实也可以算上是一款 用胶水拼出来的 这么一款模型 整体来说 这个卡榫的 衔接呢 以及它的组合度 确实还可以 但是是真的松啊 这个流畅度太流畅了 有点过于流畅了都 首先呢 就是针对于整个胸部的问题了 胸部问题最大的 还是在这里的 B21和B20这两个零件 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但是各位在粘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粘在 这个圆形的柱形卡榫身上 直接粘在旁边的 这个方形卡榫身上 不然的话 这个手臂是基本上 动不了的 直接粘死了 再来就是胸甲两侧的 G6G5 以及B1B10 B11B10 这两个零 这几个零件 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胸甲中间的这一个 黄色的分件呢 也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而且这个零件 非常非常的小 各位在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再来就是胸甲上方的B3 以及两个前面胸甲 这个地方 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头部的问题 稍微有些大了 首先呢 就是在面下方面的 A10这个零件 底端的通明件的 这个方形部分 是两侧以及下端呢 都是需要消除一点的 再来呢 就是G2中间的这个 中心卡榫呢 需要给它消掉一半 然后插上去 用胶水进行加固 再来就是B14里边的 所有卡榫 全部给它消掉 之后用胶水给它粘在这个脸上 然后各位在粘的时候 一定要把脸调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不然的话 这个脸就是歪的了 然后就是G1这个零件 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A7这个零件 新扩孔 然后B24和它呢 用胶水进行加固 头部 前后盒 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E10G3 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手臂部分 主要问题 集中在了手背甲 C12这个零件的 所有的手背甲 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那么再来呢 就是这个113的可动手了 113可动手的F28以及F25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肩甲部分的B8 所对用的这个长的柱形卡层的孔位呢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然后就是肩甲上方的这四个 小三角现在零件的 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并且B17和B18 这两个零件安装的时候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脚部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H4和BH3的连接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C1 C2的安插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 C7也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H5这里边建议各位用蓝灵胶进行加固 整个跨部的F9和F10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再来呢就是整个 E5这个零件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 而且安插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再来就是国产长期高达通病了 E6这个零件必须给它粘在档部的这个卡锤上 盾牌加在零部分呢 首先就是L4和L5这两个零件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N23这个零件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L23以及L24这两个零件也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那么再来呢 就是N22这个零件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 I9这个零件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I1和I5这两个零件左右合的时候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手枪部分的A17的这个枪头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IWSPP8部分的M2和M6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那么这边G1部分的O1和这边的L13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然后这里边O5这个零件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那么再来就是这两个零件所组合成的上方这个小机翼 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那么然后就是M13和M14所有核需要扩孔 L3、L16用胶水进行加固 再来整个推移器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然后就是L21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的 再来就是P2、L1、N4这三个零件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最后的L20也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至此这一款模型的所有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可以说真的就是用胶水拼出来的一款模型 那么至此这一款模型的所有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浏览了一遍了 那么针对于这一款高高翻模的长期异性叫IWSDP包的这么一个配置呢 我个人能感觉这一款模型与其成为最后拼装完 与其最后拼装完把玩不如去买一个背包 加上这么一大堆的配件然后去把玩 相对来说的话呢性价比可能会有 因为毕竟目前来说这一款模型的价格呢在70多元 稍微的用点手段或者是稍微用点卷 或者说稍微的用一些优惠手段的话呢 畅度能在60多元也是可以拿下来的 整体的装备量摆在那里板件量也摆在那里 这个素质的话呢大部分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这个松动的部分也不 很多地方都是涉及到的一些外甲并不涉及到一些关节部分 所以这一个地方给它用胶水好好地处理一下 最后呢所呈现的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针对于这一款IWSDP包呢 整体的素质表现啊其实单看上去还是可以的 之后用在其他机体上呢 问题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这一款模型的我个人感觉啊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真的是做过了高高 做过大半能够接受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一点小瑕疵的话呢 那么这一款模型其实相对来说还算可以 但是我个人依旧是不太建议 没有拼过大半和高高的玩家去接触这一款模型 那么这么一款高高的强细异形加IWSP背包的装备呢 各位不知道各位感觉怎么样呢 本期的西级模型分享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投资看我们下期 再见 拜拜 拜拜